目前同團的接觸者 總共有16人 目前在居家隔離當中 定的這個境外一路個案 那是一個境外一路個案 那它是來自於這個 境外的芭蕾舞團這個部分 準備進行展演的時候 那這時候因為疫情 所以取消了相關的展演 那預定回去回國之前 再進行必要的採檢 那這次採檢呢 呈現陽性CT值是31 目前同團的接觸者 總共有16人 我們目前在居家隔離當中 那我們會針對這個個案 進行後續的採檢 確認它CT值以及抗體的部分 是不是已經有明顯的 就是等於是感染後期恢復期的情形 對這個位置 我們會接觸動 4月3日 在這個位置 我們會比較輕鬆的 在這個位置 對這個位置